15世纪时 意大利名城维洛娜 住着一对彼此仇恨的名门望族 蒙太古和凯普莱特 两大家族积怨已深 连仆人们之间都经常泄斗 惹得当地公爵非常不满 在三次激烈地打斗过后 公爵下令 如果哪一方再扰乱治安 就要以死除罪 蒙太古家只有一个儿子 名叫罗密欧 这位青年刚刚17岁 便因为绅士的举止和善良的品格 获得了全城人民的称赞 而凯普莱特家只有一个女儿 名叫朱丽叶 不到14岁 朱丽叶便以美貌和聪慧 闻名为诺纳城 在一次由凯普莱特家举办的舞会上 罗密欧和朋友们戴着面具 也前来赴宴 他本是为了寻找另一位姑娘 却在舞会上 爱上了如同仙女一般的朱丽叶 朱丽叶也注意到了 这位年轻俊名的男子 两人对彼此一见钟情 在不知道对方身份的情况下 便吐露了心中的爱 舞会过后 朱丽叶才知道 自己爱上的是仇人家的儿子 他忧伤地坐在路台上 感叹命运的游戏 与此同时 神仙的爱中无法自拔了罗密欧 也跳过围墙 来到朱丽叶的窗外 听到朱丽叶在喊自己的名字时 罗密欧欣喜不已 他对着爱人发誓 只要能够一起厮守 哪怕让他即刻放弃蒙太古这个姓氏 也在所不惜 朱丽叶被他的真情打动 第二天 两人便在罗伦斯神父的支持下 秘密举行了婚礼 不幸的是 厄运也紧随着这份好运悄然来临 将这对爱侣的命运 引向无法挽回的悲剧 朱丽叶的表哥提伯特 速来喜欢惹是生非 对蒙太古家更是恨之入骨 这天下午 他提见来到广场 和罗密欧的朋友马丘修起了争执 正巧刚举行完婚礼的罗密欧 也夺步来到广场上 对于提伯特的羞辱 他并不生气 还友好的请求提伯特 与蒙太古家和睦相处 可惜 提伯特一点也没有听进去 还在打斗中杀死了马丘修 眼看着好友在自己面前死去 罗密欧忍无可忍 他一时冲动 决定和提伯特决斗 并赢得了胜利 当天下午 蒙太古家的人 抬着马丘修的尸体 来到公爵面前讨要公道 而凯普莱特家的人 也抬着提伯特的尸体前来 要求处死罗密欧 公爵认为 提伯特随意杀人 确实犯了死罪 但罗密欧无权越过法律 擅自杀死他 哪怕是被友报仇也不行 最终 罗密欧被公爵放逐 永生永世 不得返回维洛纳 判决过后 罗密欧不得不暂时离开了维洛纳城 等待神父在合适的时机 宣布他和朱莉叶的婚讯 并求得公爵特赦后再回来 朱莉叶难以忍受离别之苦 终日躲在房里伤心哭泣 父亲以为 女儿是在因为丧亲之痛 而过度伤心 便自作主张 将朱莉叶取配给了巴利斯伯爵 为了逃避这桩婚姻 朱莉叶在神父的帮助下 喝下了可以使人假死42小时的药剂 并被葬入了家族墓穴 神父本想通过信使 将这一切告诉罗密欧 等朱莉叶醒来后 让这对恋人一起远走高飞 没想到 罗密欧先行一步 从自家的侍从那里 得知了朱莉叶的死讯 他心碎不已 连夜起码返回维洛纳 在朱莉叶的遗体面前 饮下独酒自尽 燕巡的声闹声 唤醒了沉睡的朱莉叶 可当他睁开眼睛时 却发现 爱人已经死在了他的脚下 他含着眼泪 将罗密欧的短刀 刺激了自己的胸膛 吹随所爱而去 离开了这个满是仇恨的人间 天亮后 翻着凄凉的天色 两个年轻人的尸体 被抬到公爵面前 蒙太古家和凯普莱特家的人们 都心痛不已 连太阳也忧伤得不愿露脸 在付出死亡的代价后 两家之间终于恢复了和平 被仇恨蒙蔽了双眼的两大家族 孕育了这对不幸的恋人 他们用忠贞不渝的爱情 和悲剧性的死亡 埋葬了这场迟迟无法结束的争斗